前景拿起手電筒稍稍下下 仔細檢查狂抓違規改裝 被發現機車內部動手腳 騎士開始緊張話都講不清楚 同時拿起手機反搜證 另開戰場 騎士怒氣沖沖大聲嗆警察不懂法律 原來針對噪音車輛 警方7號凌晨在新北五谷疏洪北路 設立攔截點加強取締 22歲的張信騎士不但機車後照鏡損壞沒修 還加裝強化車台拆除中心蓋 另外加裝直溪式截流罰 被刀交條例連開4張罰單 手機可處最高15000元並責立檢驗 依法務部解釋民眾於公開查手接受一般理解時 為保障個人權利可進行錄影 但不能針對只請人臉臉部進行科學式拍攝 錄影或拍照存證不能夠拿來做商業使用 或者是用侵害他人人格的方式來做使用 表明當法律卻違法改裝打臉自己 還大聲嗆警察誇張行為令人搖頭 這位黃明君常觀宇新北報導